分别来自越南 印尼 泰国 缅甸 柬埔寨和中国大陆的新住民代表排排站 他们都是民进党新住民事务委员会的委员 由党主席蔡英文为新任主委和委员受证 新住民在台湾将近50万人 新住民的子女也突破了35万人 是台湾的第五大族群 蔡英文说民进党是最早关注原住民和客家议题的政党 所以进一步成立了新住民事务委员会 我们要透过最实际的行动 会向国人传达民进党不但是重视新住民的事务 更愿意成为新住民的朋友实际的伙伴 民进党的新住民事务委员会将成为一个宽广开放的空间 让民进党的同仁和新住民朋友可以互相的对话一起打拼